大家好呀,我是小汪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一下创意庭院吧 这次玩的关卡是这个 前期必有龙 啥意思 里面会有恐龙出现 不过这关的地图是这个 应该不会有恐龙吧 这一关的玩法是传送带 哎,好家伙 里面怎么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么多的精卫巨人 你这要我咋打呀 我们在传送带上面来了一个火龙草 原来你只得龙睡个呀 不过这个火龙草一个大招下去 对面的精卫巨人根本就好发无所呀 哎,怎么有这么多的全面性僵尸冲出来了呀 这这这,我这怎么来呀 可恶呀 直接就被这全面性僵尸给冲过去了 嗯,发死了 我最讨厌的就是高痛喜的人了 不行,我要再来一次 这一次我前面就不放植物了 反正这些精卫居然走的嘛 我等这些全面性僵尸出现之后再放植物 这一次我就不信还拦不住我他们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现在 跟全民心和金文静人 活到一起 再放出 把他们全都给干掉 不是 折腾了一个全民心将出来了呀 真是服了呀